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全球制造业的需求有上升的趋势 本地的经济师调高了我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从三个月前预测的0.6%这样的增幅 调升了0.1个百分点到0.7% 那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对于汇率有一定的影响 通常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越好 利率上升 汇率也就相对比较强 而说到利率 全球以美国马首是瞻 美联储出乎市场意料今年内连续三次下调利率 我们来看看美元对新元这一年来的走势 今年一月初的时候要兑换一美元 我们需要拿出一块三毛六新元 但是到了一月底呢 美元下跌到了今年的最低水平 那个时候一块三毛四新元就可以兑换一美元 而之后呢美元就走强了 因为尽管中美贸易战一直在打着 但是美国经济还是保持着稳健的发展势头 而到了今年九月初呢 美元对新元上升到了最高价位 需要新币一块三毛九 几乎要到1.4新元才可以兑换到一美元 但是过去三个月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有一些的回跌 截至今天傍晚五点 一块三毛五新元兑换一美元 美联储在最近一次的会议上就指出呢 要到了后年也就是2021年才会把利率上调 那么在这期间美元总是会如何 新元对其他的货币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是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欢迎的就是市场分析师梁彦 你好 主持人你们好 我们刚才又提到了几个国际局势呢 包括了这个美联储停息啦 然后这个英国脱欧就扫除了这个障碍 那么中美的贸易缓和 还有全球制造业的需求上升 当然也包括了我们新加坡 这个技术性衰退也避过了 那么这些局势的转变呢 跟演变它如何去左右我们新币的走势呢 好的 我们看到2019年整体来说 新币的走势都是稳中有强的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呢就是新加坡金管局的货币政策 是比较偏于鹰派 虽然说有宽松一点 但是没有说大水漫灌 让新币对其他货币来贬值 而是调低了新币升值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是一个非常微调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呢就是新币作为亚太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一个 避险的货币 它是具有安全属性的 所以在2019年如此动荡 不平静的一年呢 就有很多资金进入新币来避险 那么我们纵观2020年 其实经济方面呢 现在有一些好转的迹象 那么有可能全球经济 尤其是亚太地区在明年一季度 就能达到一个反弹的一个区 一个反弹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这也会促使资金 从避险资产流入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 来追逐更高的收益 所以我觉得新币在明年的表现 应该也是较为稳健强势的 我们先来进一步看看 新元对各主要货币的走势 刚才我们谈到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新元对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来是上升了0.5% 那么截至今天傍晚5点呢 一美元对新元是1.356 所以最近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有美联储在12月的时候 并没有继续减息 并且暗示明年也不会减息 另外就是中美贸易 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这些对于美元下来的走势 会有什么影响呢 非常有趣的是 在过去大概七八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 也就是美元对一篮子其他货币的走势呢 是持续下滑的 那么美元走弱 新币呢相对而言就走强了 那美元走弱主要是因为 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得到了一个提升 那么投资者没有那么的谨慎 那么的担忧贸易的局势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底到明年初 可能美元仍然会处于一个相对弱的态势 而资金呢可能会更加流入于新兴市场 所以新币对美元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还有走强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再看看就是另外一个货币了 今年9月呢 新元对人民币就创造了7年的新高 那么这年的涨幅呢是2.3% 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缓和 人民币的预测将会是有怎么样的走势 那么最近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然后当天的人民币 离岸人民币就是大涨的 对于全球所有的货币几乎都是有跳涨 所以呢这就将新币和人民币 今年的一个涨幅呢 就拉低到只有2点几左右 那么在明年的话呢 相信市场中多数的分析师仍然预计 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面临着一个转型 从那个非常高的增长率转为比较低 但是更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增长 所以呢现在中国人民银行 还是有进一步宽松的一个必要来支撑经济 那么如果中国在明年进一步降低它的基准利率的话呢 或者是微调货币政策的话呢 人民币对新币还有下跌的一个空间 是那么这样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可能跌破7吗 今天的话大概人民币 离安人民币对美元就是在6.99附近 一个做一个震荡整理 那么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与贸易谈判的相关联非常非常的高 通常我们看市场的话 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走强 就表示说贸易谈判有好消息将公布了 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走跌的话呢 说明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出来 所以这个货币它的走势是快于市场的消息面的 所以这个指标非常准确 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货币吧 这是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呢 就把剩下的利率调下到0.75% 那么原因当然是经济疲弱是其中之一了 那么在今年内的新元对澳元就升了3.1% 截至今天半晚5点为止 一新元是对澳元是1.07的 你怎么看呢 刚才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经济方面 跟澳大利亚其实挂钩的比较紧一些 那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缓和 你怎么看呢 澳币接下来会急跌回升吗 尽管说中美贸易战达成了阶段性的一个进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马上会回到高速增长的一个区间 中国经济在中长期来看还是会逐步放缓的 因为它在转型 那么澳洲现在的经济也是非常疲弱了 今年澳洲央行降息三次之后 明年还可能会有两次的降息 把它的基准利率拉低到0.25 那么这是市场目前一个预测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新加坡金管局在明年可能不太可能 可能不会放宽它的货币政策 让新币大幅贬值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那么相对于澳洲央行以后 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利率来看的话呢 新币对澳元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你觉得对消费者来说 我们到澳大利亚旅行 应该是相当值得庆幸的事情吧 没错 现在最好的就是在新加坡赚新元 然后拿到国外去花是最划算的 或者上网购买 我在上网购买就是澳洲品牌的时候 这也是好消息 除了这个澳洲市场里面 可能泰铢就比较受到的最大的 就是这个兑换率就没那么好了 对 是 不过我们在讲泰铢之前 我们看看这个邻国吧 这新元对马币 就今年内的这个涨幅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看图表 新元对令吉在今年内的升幅呢 是百分之零点六 截至今天报往五点 一新元对令吉是三点零五的 那么来看看马来西亚的经济 第三季的经济增长百分之四点四 是比第二季来得比较弱的 那么接下来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 对于令吉的走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那么马来西亚货币的话呢 它跟大宗商品的价格 有很强的关联性 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话呢 比如说原油 那么马来西亚的货币也会走强 但是目前来看的一个趋势是 大宗商品指数整个还是在下滑探底的过程 尤其是国际原油的价格 目前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明年的话呢 仍然是可能是产出多过需求 那么油价不可能 可能不太可能会一下子涨到很多 比如说突破到70到80美元上方 所以介于这样子的一个大宗商品的情况呢 可能马来西亚货币短期仍然会承压的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泰铢呢 这个新元对泰铢就是不断地在下跌 这一年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表 我们看到了其实就是泰 新元对泰铢呢 跌幅是6%的 截至今年傍晚5点为止呢 一新元是对泰铢22.29 我们来看了这个泰铢还会继续走高吗 今年泰铢是整个亚洲市场最强的货币 没有一个货币比它更强 它新加坡原已经算是蛮强的货币了 那么泰铢今年对新元还是涨了 涨了6% 那么我相信这个也是对泰国的经济旅游业 有一定的创伤 那么泰国本国的国民呢 也不希望看到泰铢升值太多 是 那下来它会继续上升吗 我觉得如果今年经济不太好的话 明年可能泰国的央行 可能会放松一点它的货币政策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泰铢贬值了 今天谢谢杨岩的分享 谢谢杨岩 谢谢你 到底会促成这个新币呢 作为一个并险的一个投资的货币呢 我们就要且看这个波动了 好 那这个汇率的波动呢 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那么资金流动的影响也是其中之一 而创业初期呢 我们碰到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资金是有关的 没错 很多的创业者都贵 在起步的时候申诉说 资金不够耶 而本地的企业家陈俊阳 他就又运用了众筹平台 筹集了70万新元的资金 对上了不起 这个过程呢很不简单 年轻企业家陈俊阳 研发了一个适合初学者使用的天文相机 因为想要让初学者更加能够去外面体会 看着天文 看着零和的这种景观 那你们透过众筹是筹了多少钱 第一次的众筹我们筹集了大概是70万新币的资金 如果说现在我有个生意概念 我有个产品 我只要把它放到众筹平台 就可以筹到钱吗 感谢观看